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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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十年前你与常人无异 该工作工作 该上班上班 还问隔壁领导老李借了房钱 背上了沉重的房贷 但是突然有一天 这一切好像都跟你没关系了 你好像就是用刀 把自己的过去都斩断 我推测你做这些 是因为你惹上了某些麻烦 遇到了危险 不想牵连自己所爱的人 我这么解释 对吧 朱大夫啊 你可够下功夫的啊 你以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他幸福吗 据我所知呢 他等了你十年 你懂个屁 这么多天终于说人话了 我是不懂啊 不过我可以问他 他就在门外 你要不要见他 你 你说什么 进来吧 进来吧 师哥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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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差不多是时候了 也该进去了 走吧 赵大哥 对不起了 我不能让你们继续聊下去了 来人 把元元带下去 赵大夫 等等 你赢了 可是你们赢了也没有用 你怎么这么输不起呢 不是我输不起 其实我也是 整个大脸条当中的一环 我根本不知道银子去向 也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这都以我和我们村里人来讲 这只是一项招晚更替的工作 你别骗人了 我就不相信 你们舍得把偷来的银子给别人 那可是官银啊 没法在心场上流通的官银 我们没有能力消赃 与其放在我们手里心红炎氧的 还不如把它换取稳定的生活 和相对丰富的报酬 你是报定了想法 不打算交代了是吧 但你们阿天宁寺那天 他就已经走了 找不到了 告诉你 你一天不说 媛媛就得一直关在我们这儿 哪儿也别想去 谁说呢 活人你们能关 死人你们能关得住吗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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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媛媛 我是大夫 我是大夫 是中毒 刚才吃了什么 媛媛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麦芽糖 我们每人一口 你不要死啊 你们怎么都死了 交代点事情再死啊 醒醒醒醒醒醒醒 给我醒醒 段 英雄 我 我 自从名画事案之后 段英雄 被关在西场的黑狱里 已经很久了 没看他交代什么呀 你确定 赵寿子说的话是靠谱的 人之将死 情言也善 也许这段英雄 本来就不是偷银库 只是赵寿子接头人 后来偷到 关银库暴露的行踪 所以呢 才错被你们误认为 是银库大盗 没错 皇上就是从那之后 发现银库有异常 让我们继续调查的 但是这曹绍勤偏偏又闹出 同舟会的事 级别更高 所以才耽误到现在 我猜这段英雄 应该是怕幕后黑手的追杀 故意被你们抓进来的 我记得 当初我得到消息 是因为 段英雄暗示宴来楼的鲁大厂 所以我抓了他 但是我并不知道 散布消息的这个人是谁 会是谁呢 那看来应该是他自己无误 还有这种事 那我可得马上提闪 你别那么着急嘛 我想他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又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那嘴怎么都这么紧 不是嘴紧 是舌头让人割了 舌头被割了 但谁这么狠啊 刘若欣 你也太狠了吧 我要破破了啊 可全是你的功啊 少废话 你就别跟他伤我了 有消息你不想让我知道 你想得美 你呢 我要害怕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关于你以前的事情 我去 你们 你们 这 这犯人也是人哪 这 这住得也太脏了这 你这真是化妆突变啊 这条件不挺好的吗 你看他 活得好好的 还想怎样 不是 不想 回头我要给皇上反映一下 那至少改善一下卫生条件吧 不用了 这最新的间已经建好了 你要有兴趣的话 给您那股指扣架 我没有那屁股 好啦 少废话 你们俩到底问不问啊 不问 关门走人 问问问 不不不不 来 我先问你 你老实交代啊 回答他我满意了 马上给你转肩 保证好吃好喝的 你认识赵瘦子吗 你认识赵瘦子吗 行了 不用装了 赵瘦子已经跟我们 全部交代了 现在机会在你的手里 如果你不说的话 这一辈子都会担惊生怕 如果你说了 我们就会找到主谋 自然会保你平安 写吧 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吧 赵瘦子啊 回请客 你早说呀 那个包子带我来十个 说不算你竟然 十个哪儿端啊 来二十个 你俩当时越来越像了啊 来 断英雄的证词 你打开怎么办 不好办呀 他也不知道 这幕后黑手叫什么 只知道这人身上 闻着一只下山猛虎 江湖人都称他泰哥 有一个事情 我一直没想明白啊 身上闻着一只虎 那为什么不叫 哥要叫泰哥呢 再不计 也应该叫大猫哥呀 少打岔行不行啊 这人现在在哪儿啊 这个嘛 让我当时论丑去 在哪儿 正是我大平朝 全新的模范监狱 汉城监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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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要 没想到我们大明朝 还要管理这么先进的监狱 以前这监狱条件太差 房底漏水 凑所不通 这犯人一天到晚竟打架闹事 起不到教化作用 所以当朝首府 才想到了这么一个改革方案 对了 根据我的线报 现在这新的监狱里面 形成了两股势力 一个叫赵银 一个叫招呼 这两方面吧 现在在这银库案里面 都有非常大的线 你跟她说得那么仔细干吗呀 这个嘛 当然是给她做任务背景介绍了 果然 你干吗呢 怎么又编上草行啊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正好被人家草行 我给你卖钱 我昨天晚上走的时候 你不是说我马上就睡吗 怎么又编上了 天都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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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赶紧编亮 不是 你不是 不是 你不是 你别把自己逼这么紧行不行 我知道啊 朱哥哥等到拿回来赏钱 我们医馆就有救了 可是我不是说了吗 行了 你别说了 自强不息 这这些东西我都知道 我不是说的朱少侠这事 安安 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 我什么都给你解决 我知道 小宗子 你就是想帮我的忙嘛 可是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安安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其实我是想说 我 小宗子 我知道 你就是想陪着我嘛 等到我们医馆这个难关过去了 以后有粥吃粥 有饭吃饭 怎么回事啊 有粥吃粥 有饭吃饭 我送你回去睡觉吧 真是年轻人啊 这一大早就血气方刚的呀 不错哦 小宗子 你这种大胆施爱的精神 还是很值得提倡的嘛 我刚才说什么了 真是年轻人啊 这一转头就不认账啊 好了 莉莉 别跟她开玩笑了 反正她也听不懂 就好像石头扔进了棉花糖里一样 她听不懂不还有安安的吗 安安 你几天没睡了 你几天没睡了 你跟我说话吗 为什么只看到你嘴动 我听不到声音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朱一品 一大早起来 就跟孽子一上前院了 果然如此 这个朱一品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我说啊 你就省省吧 就造我同意去 若今也不会同意我去的 你同意就行了 那我走了 暈倒了 快快快 怎么样怎么样 没事吧 你跟我来 给你 朱长长 安安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晕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还想问你呢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估计医馆经营不善 他着急上火了嘛 那医馆赔钱也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儿的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估计啊 他肯定是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女老板 对你们没有照顾尽职尽责 所以她才能拼命呢 都怪我 BIMB这么紧 我早应该发现的呀 好了 好了 你也别都怪你自己 大家都有责任 就是啊 还好 没出什么大事 你去拿一些温补的药来 先让她养生子去 那我去找馆 你就别去了 你让她休息 你就让她去吧 你去让我去吧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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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拿药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拿什么拿 一锅哪儿还有药啊 走 怎么会这样 药呢 我刚翻帐篷的时候才发现 咱们早没有买药的钱了 我怎么没早点发现呢 也不至于把安安累成这个 好了 你就别自责了 安安是不想跟你说 她有她的想法 我这还有些存款 你把最需要的药鞋给我 我去买 应该还够一碗乘两天的 丽丽 死鬼 不许说啊 多说一个字都跟我捡歪 等一下 真是让你们俩给我肉麻的 不就是钱吗 拿着 快别那么肉麻了 姐姐 您少要焦点会死啊 你再这么说下去你会死 那咱们就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起把这难关扛过去 晕倒了 你这消息够快的呀 我 我是谁呀 他人呢 李如堂儿呢 病人生病了需要休息 你闲杂人等不得打扰 我是闲杂人等吗 我是他未来的相公 说什么呢 若欣弄他 即使不是未来相公 那也是 前任的属 属马呀 你来干吗 我来什么药来 属药 就你们这医馆呢 这么寒酸 这什么补品都没有 我就把我所有存货都拿来 人参 虫草 灵芝 没想到当老板挺空门 这时候还挺大方啊 谢谢你啊 说什么呢 记得给他喂药啊 药不能停 吃完了再问我拿 管宝 你是个痴情的汉子呀 你吃 干吗呀 我这正忙着呢 有什么事 练武功 我这一天起得比机早 睡得比猪晚 忙成狗了你还让我练武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医馆重要 破案也重要 但是你的命更重要 聂子依临走的时候 说什么你都听见了吧 她都好几天没来了 谁知道 她说不定已经解决这个事了 这个不靠谱的女人 我太了解她了 你第一发的时候她不出现 你一旦放松警惕 她立马出现了 这两天她没有消息 说不定又憋什么大事呢 还有那个末侯黑手 她处处下套 处处设计 一定是一个特别多疑 又阴心狡诈的人 所以啊 必须得教你一点防伸术 保护自己 万一那个不靠谱的聂子依 半担心监狱了 你怎么办 像地上的锦衣卫那样 你愿意吗 好了 停下 挑一个你喜欢的兵器吧 不是 别学了 我是万里挑一的不善习武体制 我怎么学呀我 少废话 必须学 我教你的都是保命的招式 这聂子依也不见得 会对我下狠手吗 就是不学是吧 不学 爱学不学 爱死不死 说着说着就生气了 我学 我学行了吧 既然没有你喜欢的兵器 所以 那就这样 我教你入门的 这个行不行 看到了吧 你来试一下 我学你 扛 扛 扛 好玩吗 不好好的 不许吃饭 打 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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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认真打 打哪儿 继续练 不好好练 不许睡觉 不许吃饭 喊出来 喊出来 我就是个大夫 永春一品 你这是什么武功啊 天河龙招手 是我教你的吗 我教你的你不学 就学这些跑 你干吗 我是想试试 你的反应能力 有没有进步啊 我打你就应该躲嘛 躲 躲 真的疼了 你去揉一揉 不揉了 不揉了 不如拉倒 那你休息吧 明天接着练 不练了 宁死不屈是吧 不是宁死不屈 我没这个天赋 我练不会的 好吧 看来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来 您先坐 来 你先坐 我下面要跟你说的 是我最隐秘的地方 你想跟我说的 跟我想的 肯定不是一个地方 谁知道你又在想什么下三路啊 你把话说成那样 我想想都不行啊 好了 注意品 性命攸关不可儿戏 你先看看这个 我跟你说啊 无论是东厂 西厂 还是锦衣卫 每一个高级特工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安全屋 这个安全屋 除了自己 还有和自己接头的人之外 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所以 安全屋用来传递我们最后的消息 也就是自己的死讯 你先别紧张啊 你先别紧张啊 这只不过是教科书上说的罢了 其实它真正的功能 是无论 我发生什么事 你都可以通过它 找到我 这么神奇啊 来 我教你怎么用 你提防它的时候 它不来 刚放松 它就不知道能从哪儿冒出来 这聂子医啊 到底什么时候来 还让不让人睡呢 还是用我的鼠羊打法吧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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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羊 五只羊 六只羊 这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正常的有什么意思 放心吧 查了就放你出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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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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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 官爷 你你你把聂子医给我叫来 我问他哪有这么干的 什么聂子医啊 没听过 不是 袁方方 袁方方 官爷 我是袁方的 我要是你的话就闭嘴 什么都不说 你说啥 你好 你好 我是九六三八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最好离那个门远一点 你这话到底啥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呢我 干什么 官爷 你醒醒好 我真的没罪 我是 我是没罪了 我不要再在这里 放我出去吧 那官爷 官爷 官爷 我自己嘴 快 真的 真的 我是不要的 一定是你们搞错的 真的 我是没罪了 再给你做我一次机会 不要 不要 我 我请准准 放我出去吧 你让大人 就你自己找死 你让大人在死 让我去这 官爷 你要干什么 官爷 官爷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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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 不要 放我出去 怎么能这样 这 这不是模范监牢吗 这回被你自己害惨了 看见了吧 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 进来了以后 最好是当自己十恶不舍 我猜你也不想死吧 是你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 今天 这医馆进小偷了 怎么回事 你慢点说呀 什么慢点说呀 我去给狗上人拿药 这下药全没了 我往找了 我都吃了 两斤重槽 五十年八两生 一百年的血连 你怎么吃的 干脚 泡小茶 拌饭 拌面 我泡脚 你管我怎么吃的 莉莉不是关心你吗 你别怎么跟她说话 对了 泡脚直脚气啊 你傻呀 郑王爷能这么吃吗 你当她牛肉干啊 就算是牛肉干 你这么多不上火呀 不用你们管 你俩不用干火的 一会儿到后院来 我要开会 刘若新 你这样呢 还不来干火 这吃错什么药了呀 还真是吃错药了 你别跟她较真啊 这药劲儿有点猛 身体状态有点猛 控制不住 正好 走 走 再来一遍 早啊 娘来的 早啊 昨天晚上谢谢你提醒我 这里跟我听说的不一样 这不是说是 号称是明朝 最先进的监狱改革模范点吗 那怎么这狱卒打犯人这种事情 说打就打呀 请你不要跟我说话 你这是干嘛 我这人很好相处的 我真的不适合和这些天真的人交谈 监狱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 能躲得掉我们吗 你欠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还 你不还本金 你至少利息还我们点了 你借钱的时候怎么没这么沉默啊 那一开始是你们说的 帮你们做完事钱就不用还了 是 但是我没说一件事里有多少小事呢 再说了 又没说这件事什么时候完 那欠你们多少钱啊 不多 一两 一两 我以为多少钱呢 我记得好了 利息五百两 马是前敌人有三级啊 我告诉你 付还钱推大蛇了 快点还钱 我住手 我也给我打惊打惊我是谁啊 今儿是我替他还钱了 我就让他不还你们钱 你们又能把我怎么着 谁呀 问问名号 赶 赶问阁下字号 天河 天河的座馆 江湖人称千里悬丝一针无血 朱大夫 天河 没听说过 是不是什么帮派啊 你部头一般叫大夫的 都是这个 知道吗 掌管生杀大权 他要你生你就得生 他要你死你就得死 都是这种任务 那那那康子说 康子说 施敬施敬 大 大 大哥 我姓朱 好 朱大哥 今天看在朱大哥面上 快谢您几天 走 朱大哥 走了 我看我快去 没事吧 女孩先管好你自己吧 我没事 我上边有人 人 应该有吧 昨天晚上的事呢 你不用谢我 新人第一晚上入住 肯定会有几个摸不清状况的人找死 我只是怕你会牵扯到我 今天的事我也不会谢你 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背景 所以最好你是真的有靠山 要不然你等他们回过味来 你刚才说的话 他们会加倍奉还 我也逃不掉 这就是这所模范监狱的生存法则 对了 提醒你一句啊 洗澡的时候 掉什么都不要剪 尤其是肥皂 这个鸡腿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看样子 不像是赵寿子咱们在牢里的管事大哥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闪线里呢 这个鸡腿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看样子 聂子依呀聂子依 你可千万不要对不起我的信 很期待 一 二 二点五 刘松呢 怎么人还没到机呀 我来了 我来了 我上了两次怎么办 这两个路上模式的 来 上去 你叫 上去看 去看 看 我布置一下任务啊 谁说人到齐了呀 这医馆最重要的人还没在呢 谁呀 恩公 忘了 你有了刘松忘了朱一品这事 但这医馆没了医生怎么开张啊 那朱子肯定在办案嘛对不对 反正我们医馆一年一年半都没有医生 那也没关系了 老大 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 天天 到 你每天必须负责生产一百片豆腐面膜 不如这样 好 是好 但是那东西需要发酵啊 我不管 莉莉 喵 不管天天生产出多少面膜 你都要负责把它卖掉 听到没有 行 大不了我活出去了 周天天 你做多少我卖多少 票 小公子 你每天必须负责酸茶地水捏腰垂去 脏活累活你都要干 保证完成任务 听到没有 这 这 好 好 你 柳若欣 你负责发酵你的优势 充当本店的模特跟招牌 安 安娜 你能不能让大家宽松一点啊 就是啊 不 你说为了驿馆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那你呢 你指挥我们呀 我也上街卖去啊 我是说 我跟柳若欣搭档 表演使用前和使用后 谁前谁后啊 谁前谁后啊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前 行了吧 好 这大学本啊 出发 你快点 你算快要 我看你 我看你 你自己以为 你还在家里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没事啊 没事 干吗你 干吗呢 干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去吧 快来来来 快来啊 快来啊 帅哥 快来啊 帅哥 快来啊 帅哥 不要过去 他们叫我 我拜托你能不能 不要在这种高危的环境下 做这种高风险的工作 好 你要是过去的话 我保证你被吃得连渣都不胜 还有谁人足啊 不是你想的那种吃法 你到这里到底要干吗呀 这个吧 行了 你要是不愿意说呢 就不用告诉我 在这里啊 最重要的就是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说的不说 这就当我白天送给你的回礼了 你好像对这里挺了解的 对这里了解不是什么好事 只能说明我待的时间长 那你想不想早点放过去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好人呢 我们都是好人 打 打 不打 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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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监狱里面 黑白两道的老大安排好的 打一场价 新人里面谁是刺头 谁有本事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他们就要按照自己的观察 去招揽人 你看那个 那几个就是负责记录和观察 等招揽完了 新人里面总会有几个不愿意加入的 他们就把他交给官老爷 到时候打残几个 很严重 剩下的也就乖乖入伙了 剩下的也就乖乖入伙了 张老 快 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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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接近他 贵人想着跟我一押聪明 怎么样 想不想帮我 你有病 我都说了这么多了 你怎么能给我这种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是容易失去 越靠近 却越是看不清 越动静 却也越是伤心 越相拥 越走到分离 越占心 越是容易失去 越靠近 却越是看不清 越动静 越动静 却也越是伤心 越相拥 越相拥 越走到分离 越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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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